你能相信吗 雷贝卡居然是大学高材生 这天四人小队日常放学 雷贝卡突然出现 不愧是杨妞就是开放 这是当年小表认输换来的老婆 不过双马尾变成了直发眼镜 开始与性子同台竞争 原来激将的老友来了 他又发现了古代的壁画 小表一看就明白了 和现在的怪兽袭击城市一样 不过老友发现这壁画是一万年前的 也不知道是怎么计算的 比王样的三千还要九元 告知这些就走了 雷贝卡临走还咬了小表一口 让性子十分恼火 这时画面转到骚人这边 三剑客都是他的手下 给神之卡还装了个盒子 骚人拿起神之卡 就开始感知其中的能力 走到三个舌头十项前 给三幻神分别安了个家 接下来就开始了念诈 舌头十项开始吸取神的能量 一口气直通天际 瞬间照亮了整个大厅 这是小表的千年积木亮了 他来到了王样的公寓 栗子球开始指引两人 来到了另一个世界 只见一旁的空间中有只大眼睛 无数的怪兽都被吸了进去 之后二人又换了个场景 来到了无名之龙被封印的地方 两人手拉手降落 突然黑魔刀女孩出现 表示怪兽世界遭遇了危机 而这与小表的世界也有关 小表询问怎么解决 女孩表示要唤醒这几个无名之龙 两个人开始干活 将封印之剑拔出 被冰封的龙露出真容 这时两个口狐王开始编名字 没错 你就叫提马欧斯 哦 原来我叫这个名字 就在这时小表醒了 抱着决斗盘就往外冲 此时的现实事件 无数战斗怪兽被吸收 又是那只大眼睛 没错 是骚人搞的鬼 他不想打牌搞王样 想直接吸收掉王样 小表拿出刚硬的提马欧斯 直接具象化 一口老火喷出 与大眼怪对驳 居然赢了 提马欧斯干费大眼怪 这时女孩出现 拜托两个游戏打倒幕后黑手 两个游戏明白是有牌打了 那自然是不能拒绝